在问博士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想请Samuel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马上3月15 16号 FD又要再做开会了 大家关注的升息的到底是多少 虽然鲍尔一开始讲是一码 但是会不会有些调整呢 来Samuel帮我们做补充 是来看到这个联准回主席鲍尔 在日前又表示说呢 他是准备在3月份的时候 升息25个基点啊 这样的加息幅度呢 当然是就像康刚讲的那样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来看到华盛顿商学院金融学的教授 Jeremy呢就对这个 就对这个联准会有批评 他说FED不应该让俄乌战士 影响到货币政策计划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通膨是一个急需 要解决的问题 Walton的教授 我相信是很多老师中的老师了 这位叫做Jeremy Siegel 他就批评了FED 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他升息的速度 要稍微放缓一些 我想请教王博士您的观察 就是一个更加强烈的 就是他没有很快的出手 把通膨拿下来 然后到中国的旗币政策 而且就是財政上需要無限印鈔 所以它也真的印鈔 那現在美國也是最近的這幾個美聯儲組織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知道整個國家的大舉情勢 不是他一個美聯儲組織能夠來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放棄治療了 包括現任的炮也在內異業 所以他也不敢趕快收集 這問題不是說他不知道這個通通的危險 而是他基本上是在走鋼水 加息加得太快的話 會立刻刺破這個泡沫 美國現在的泡沫叫做everything bubble 就是因為太簡 這個泡沫吹得太簡 太大 到目前你基本上不是說像2000年是股市的泡沫 然後2008年主要是磁帶 所以它基本上是什麼都是泡沫 那在這個泡沫的背後又再加上一個通貨口罩 所以它基本上不管加息不加息 不管加息的快還是慢 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沒有出現 那其實我覺得SEC就是專門管股票的那個電廠機構 至少還有點見識 他先把股票給股市給消了點心 就是過去這半年過 他們至少出手把最靈魂的一些股票的bubble 先壓下去 壓下去以後並不是說股票就沒有bubble 而是他的bubble沒有其他的英文市場那麼嚴重 所以要爆發的時候至少他不會第一個爆發 那SEC就可以說你看 不是我的問題是別人沒有管好 所以引發連鎖暴漲 那我覺得最危險的是當然就是所謂的帳房 這大約是2萬億美元的一個市場 這非常的大 那美國現在金融業唯一的亮點是什麼 就是他的主要銀行 比如說像JP-Model徹底學習了2008年的教學 而且在那之後因為又有一個大突然爆發案 所以他們是比2008年要相對更好 這是我可以對美國金融體系唯一的一個正面的描述 否則的話這個炸彈爆開以後基本上會死得很難看 只要是沒有現金流的行業 沒有現金流支持的英文工具都會業質地消失 你如果回頭去看九季病年代 那個時候的股市有一句話叫做NIFD50 其實股市最大的股市是什麼 像CocoCola 像是Mactone 像是Examroble 這類的石油公司 這些都是你即使在通脹或者甚至在低低衰退的過程中 他們一樣是能夠有很強的現金流跟利用的 這樣的公司可以獲得其他的現在的所謂的投資 那個所謂的科技高科技業 那個我們過去這十幾年 十幾二十年活在這個被美聯儲吹起的這個大荒蜂 整個是全球都在這個大荒蜂中 大家已經習以為常 沒有想到這其實是歷史上的意外 就是這些沒辦法真正產生手指平衡 沒辦法長期的產生足夠的限定員的這些經驗 照理說是沒有理由一直到股市上去收割決賽 你有看到任務 任務有打算進行縮表的計劃嗎 好像他們的債不用還死了 就是印鈔票你可以當時真的戰爭以後轉價 然後債務的部分怎麼消化呢 你有看到嗎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美聯儲主席 過去指任的美聯儲主席 都已經雙手一攤就沒有辦法 那我現在責任就是能過一天 過一天算一天 現在已經超過30兆了 對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這是美國華盛頓郵報 美國的債務的佔比 債務的佔比 20就去年了 佔他們的GDP是110% 俄羅斯他們的債務佔比佔GDP是18% 所以就有專家說 就算現在俄羅斯被全球給制裁 他們也沒有立即倒債的危機 那只要是石油天然氣他還能夠賣 俄國就有可能能夠撐過去 剛剛那個王博士講到一句話 全都是泡沫 讓我想到了鄧子齊 好像有點冷啊 不要不要理我 全都是泡沫 來 這個部分我要問一下那個吳老師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俄羅斯 他在某些領域戰爭打下去 糧食人吃的他們有 汽車吃的石油他們有 他們可以撐得比較久 但就您的科技領域來看 現在大國競爭 或從這場戰爭透露出來 你看到我們講的大國 不光是俄羅斯跟美國 真的也包括中國大陸 接下來競爭當中 科技扮演的核心角色 讓他們更有底氣的關鍵是什麼 我要強調一個概念 大國競爭競爭的是總體的國力 絕對不是靠其中的 單一的某一項要素 綜合國力 對 要看綜合國力 所以我就先講 俄國這次我看起來 他其實是非常失敗 不管他最後把烏克蘭 打到什麼情況 就算他勝一定是殘勝 然後你剛剛也提到關鍵 將來時間拉長以後 他受到的傷害 一定會延續非常久 他的國力有可能會把 他現在已經其實已經不是 第一個領先群 他已經變成二流國家了 所以他會衰弱很久 我認為是這樣子 那大國的這個所謂 綜合國力裡面包括什麼呢 最主要是軍事的力量 我們先看到了 那我之所以斷言俄羅斯這一次會很慘 就是因為他只有軍力非常強 而且從過去五年十年來看 普京所追尋的也就是軍事的力量 他沒有照顧到其他的 其他包括什麼 包括經濟 像我們剛剛講的金融 這個貨幣的支付能力 SWIP 這都屬於經濟裡面的部分 剛剛一開始節目講的那個 把金屬的物產的資源力 對不對 還有你國內是不是有一些重要的產業 外國沒有什麼先進的產業 也沒有什麼互聯網的產業 對不對 所以他的金融力 重要產業 天然資源 這些經濟實力 俄國也不強 那大國的中國實力 除了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之外 還有所謂的政治力量 包括外交的能力 還有國民的凝聚力也很重要 那這幾個國家呢 美國跟中國跟俄羅斯來比 俄羅斯多民族國家 它的境內有幾百個民族之多 看你怎麼樣劃分這個所謂民族 那美國呢 雖然不是那麼多民族 它有很多不同的廚藝 還有貧富差距很大 所以美國也出現了社會的裂縫 也造成一些分裂的狀況 那中國大陸呢 號稱中華民族有56個少數民族 56個民族凝聚在一起 當然也希望能夠用 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把它凝聚在一起 所以這個政治力也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講這幾個大國在競爭 是競爭綜合國力 軍事的力量 經濟力量 然後我才要講到科技的力量 俄國是很落後的 那現在科技能夠競爭 美國還是第一強 中國跟美國有一段差距 可是中國追得非常快 極其直追 所以長遠來看呢 我認為科技力量 才是經濟力量的基礎 也是軍事力量重要的成分 所以如果科技力量不行的話 將來就沒有資格在國際間 參與大國競爭這樣子的遊戲了 所以科技力量實在太重要 從反過來回答你的問題 俄國這次 我覺得它在綜合國力上 它的底氣應該是可以說不足吧 不過科技就我們過去的既有的印象 它的科技不代表是武器 對不對 它不是完全一個等號 但是俄國所展現出來的就是 我們所看到就是它的紅軍 如果說像晶片在科技中扮演的角色 乃至於國防工業的發展上來講的話 這個製程俄羅斯的研發能力 你狀況是落後的嗎 如果我們要把它 narrow down 就是縮小一點 只講晶片跟武器好不好 那武器呢其實不用那麼擔心 最用不需要用到最高端間晶的晶片 因為武器呢是需要穩定性 甚至太空的科技呢 可以用到這個180.18微米的 那我們手機 現在我們手上用手機裡面用的這個晶片 是3奈米5奈米對不對 那可是武器裡面用到的只要是.18微米 就是180奈米就夠了 它要是能夠耐非常高溫 耐震動 耐這個低溫 從這種條件 它不需要那麼高端間 可是俄國也都沒有 所以俄國都需要跟國外來買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晶片以外 再稍微擴充一點 軍事的武器所需要各種科技來支援 越來越多 俄國其實強調它希望能夠做出 這個核能的無人機 核能的無人潛艇 那如果我能用核能的話 這個無人機在天上可以繞個幾年 都不用飛下來 那隨時可以這個發射武器 覺得想得很棒啊 可是你做不到啊 為什麼呢 你還需要很多其他的 這些科技的元素元件去配合它 真覺得需要這些所謂的AI 這些在這次打仗我看起來 我覺得俄國暴露了它這方面 落後美國 落後中國都太多了 我讓我比較驚訝 居然紅軍的地面部隊 被廉價的土耳其的無人機 給轟炸亂七八 這我比較驚訝 因為之前在兩亞戰爭的時候 已經看到土耳其的無人機 他們應該有些防備心理才行 而且烏克蘭一共跟土耳其 空軍只買了六架TP6 然後海軍買一輛 到底有交貨我都不確定 後來又再增購了24架等 一直都還沒有交貨呢 所以這次看起來 我們本來以為像1991年的波灣戰爭 第一次波灣戰爭一樣 美國是花了42天只做空氣 然後地面部隊只花了100個小時 戰爭結束 game over 我們本來以為會看到很多這種 高科技的技術出現空中的攻擊 結果我們看到既然是在 進入基辅之前有個65公里長的車隊 卡在這個 這個小景有看到 那個空空照片也看到對不對 就居然這個所有的這個科技 我們想像它應該有的 竟然比30年前的第一次波灣戰爭 所顯現的科技因素還要落後 我們其實蠻意外的